早安 各位香港的朋友 現在我在尼巴嫩的首都貝魯特 這裡是海邊的一個床廊 很多人在這裡做神運 我住在後面的酒店 高那間我住了五天了 今天已經來了中東的第十五天 來了兩個星期 也是我在阿拉伯之春後來中東最久的一次 也可以總結一下這十五天的感受 因為真是很大很大的落差 和我之前的想像 我在12月1日來尼巴嫩 接著過敘利亞玩了七天 接著回到尼巴嫩 參加了其實是一個團來的 草薄南餃的一個團 敘利亞尼巴嫩十天團 還有兩個團友在一起 團結完之後 我自己留在貝魯特 東方小巴黎 玩了五天 今晚就會回到香港 我覺得由於落差實在太大了 和我來之前的想像 坦敵不安 恐懼感 落差是180度的落差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來之前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感覺到 即是敘利亞代表濾戰 難民 動盪不安 對 打仗 總之是 尼巴嫩代表破產 然後尼巴嫩大爆炸 尼巴嫩濾戰就很早了 是1970年 打到1990年左右 打了20年 已經結束了很久了 已經結束了30年那麼久了 我讀書時 打尼巴嫩濾戰 而今晚最新的濾戰 就是敘利亞的濾戰 敘利亞濾戰 就是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開始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開始 連續打了13年 所以其實來這些地方 所有人都反對我的 包括我的家人 因為他們看新聞 一看到敘利亞就是 真珠黨襲擊 襲擊以色列 以色列要打飛彈 打過來尼巴嫩這邊 因為現在加沙有衝突 新聞不停都是說這些 即是打飛彈 衝突這些 然後敘利亞新聞更加多 全部都是負面的標籤 Anyway 過了15天 眼見為實 這15天中間 我去了十幾個敘利亞的城市 以及尼巴嫩的城市 接觸當地人 接觸了很多當地人 我深度訪談了 我訪談了那個餐廳的經理 酒店的經理 他人工很低 現在他打兩份工 經理都打兩份工就很差 還有阿奈婆的旅遊教父 他曾經有三間酒店 現在只剩下他一個員工 只剩下一間酒店員運 他自己做執訪 即是很大的落差 即是內戰前後 還有那個籃球的班主 即是阿奈婆歷史最悠久的 籃球隊的班主 他就想用這個籃球去療癒 一些內戰之後有創傷的年青人 即是戰爭後遺症的年青人 這些都是深度的訪談 因為他們全部都寫講英文 這樣可以完全和我溝通到 還有尼巴嫩這邊 我也是做了一些深度的訪談 包括導遊 我們的導遊 他說他人工的九成都用來交電費 因為這裏是能源危機的關係 他們是長期都停電的 他人工的九成都給了電費那邊 要交私人發電機的電費 然後我還有機會和三個很優秀的 尼巴嫩的年青人大學生 流利的英文 去玩了一天 他開車帶我去玩 我們全程就談了十個小時 因為談了很久 講了很多尼巴嫩的現狀 和他們的感受 和年青人的想法 給我聽 我覺得很有用 對於我了解這個國家的現狀 訪問了話囊的老闆 一個尼巴嫩的話輪的老闆 他們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個話展 還有一個英文的老師 曾經是中國大陸教過英文的 尼巴嫩的英文老師 因為他們懂得說英文 我比較容易做訪談 因為只懂得阿拉伯文的話 我是很難和他們溝通 訪問了那麼多人 和他們聊天 去了那麼多地方 然後玩了十五天 我覺得可以總結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為何我逼不及待要錄這條片 是因為我和另外一個很好的團友 跟著很多旅行團的團友談開 接下來2024年 我的團主要是開中亞中東的團 包括伊拉克 也門 跟著還有沙地阿拉伯 中亞五坦 還有這一個敘利亞 尼巴嫩 即今次的這些 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不會去的 這些戰亂的地方 怎可能去這麼戰亂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想用我在地的感覺 因為我來了這裡半個月 告訴大家實情發生什麼事 這個會好一點 這裏是水根地 很吵 這條走廊很乾淨 有點像香港的海濱的長廊 由航陷去到尖沙咀 那條長廊 風景都很漂亮 這裏是地中海 再遠一點就出去 已經坐到布洛斯 這裏都是豪宅 很漂亮的豪宅 尼巴嫩也是一個貧府懸殊的國家 今次由入境出境開始說 入境出境那部分 我敘利亞是比較緊張的 因為敘利亞的內戰 其實我可以總結一下 整個中東的局勢 讓大家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一個政治專家 不過我嘗試用我的角度 總結一下 其實我覺得相比於 2010之前 阿拉伯春之前 中東到了2023年 即這些國家發生過濾戰 戰亂的國家 開始漸漸地平靜 停火的停火 休戰的休戰 現在打得最厲害的就是加沙 除此之外 這些國家現在都開始停戰 或者休戰 有些像是中國的戰國時期一樣 分政府而致 這是解決的一個方法 因為美國的勢力開始退潮了 很明顯地看到 美國在伊拉克2010 退了 撤出了伊拉克 有過去十幾年這麼動盪 或者這麼多類戰 解決的方法是甚麼 要麼就是戰國時期 分國而治 天下合九逼分 分九逼合 這是道理來的 譬如說 敘利亞分了四個政府 我們這次去的地方 就是佔了八十幾%的政府控制 即巴薩爾政府控制的地方 而巴薩爾政府在過去十幾年 應該是贏了這場仗 現在佔了十幾% 是被美國 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控制的 巴薩爾 今年就是2023年 我記得3月 就進入阿聯 即是阿拉伯聯盟 它進入了阿聯的話 證明阿聯的國家讓它認受 認同它是正統的政府 Orthodox的政府 所以這樣來說 敘利亞開始穩定了 它雖然分了四個四極 不過八十幾% 我們要去的地方 都是政府控制的 而這些地方都停戰了 它們已經停戰了 已經沒有再打雷戰 都是今年的事 2023年的事 再說我春天會去的也門 也分了兩個政府 南也分了兩個政府 南也不也門 停戰了 今年亦交換了囚犯 交換了九百多個對方的人質 和囚犯 變成大家分而而至 即有兩個政府 一個是湖熙 一個是政府的 一個是反政府的 兩個政府現在就沒有再打了 這個水很清 給大家看一下 是吧 你看到這裡的水很清 說到阿富汗 阿富汗的局面 反過來就是 拆了皇軍時 就是最安全的時候 美軍撤出之後 塔利班現在上台了 做了正式的阿富汗政府 以前塔利班是一個恐怖組織 大家聽得多 他炸了巴尾人的大分 不過自己連賊都做了皇軍時 那個國家的治安一定很好 因為沒有賊 他自己做了皇 就像明太祖 或者漢高祖 他以前都是半軍 都是黑衣 都是半軍的一份子 他一旦做了皇帝 就沒有賊 他自己本身是賊王 所以其實塔利班也是類似的概念 所以現在阿富汗就不打仗了 因為賊都做了皇帝 做了國王 反對派即是美軍都撤離了 所以 現在在滴水 我不知道是不是 雀仔的事 現在在滴水 阿富汗的局面就穩定了 伊拉克 就是因為美軍撤離了那麼久 伊拉克 我是很想去的 因為文明的發源地 就是伊拉克 大致上 overall來說 就是我覺得 2023或2024也好 即是中東 這些曾經發生了 很嚴重的動亂的地方 比較相對來說 安全的時候去旅行 所以趁著現在要去 因為 過去十多年都不太安全 你看著新聞 現在下雨 原來開始飄雨 這裡開始飄雨 有一塊雲在頂上 天有不測之風雲 不過很細雨而已 繼續說 我找過尾巴尼亞 自己頭髮好像有點大言 說回來 今次來到 敘利亞 敘利亞 入境一定要經過 尼巴嫩 因為敘利亞的兩個機場 已經被美軍炸爛了 大馬事駕自己沒有機場 也沒有國際 要上班飛大馬事駕 所以他一定要 在駱駛那邊 是經過 剛才說的 貝魯特的機場 才能進入 所以我們第一天 就是由貝魯特 … 甚麼是狗 由貝魯特 入境 貝魯特玩了半天 我們已經入境了 OK 接著 敘利亞 邊境是比較緊張的 花的時間比較長 大家可以看回我當時拍的影片 整個敘利亞的氣氛 相對於來反而是緊張 因為他的內戰剛才停 他有很多check point 因為他現在還有反對黨政府 還有 美軍在敘利亞的北部 雖然停了火 不過 他也是緊張 我覺得敘利亞的氣氛 相對來說 特別是越向北部 越緊張 越多check point 你說那些check point 我們不去拍的 導遊就準備一張紙 類似Visa的通行證 給那些軍人看 北部的軍人 何昌實彈 即是去到中部首都那邊 就很輕鬆的氣氛 他們對於遊客是相當友善的 因為他們很多年 我想過十多年沒見過遊客 加之對於中國人是更加友善 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是不是 他們這麼討厭美國人 我們又是反美的先鋒 中國人是 但今天他們做了朋友 巴西爾也是習近平的朋友 所以他們對中國人很朋友 大家可以放心 你說自己是sing 他們的翻音是sin s-i-n 就是指Chinese sing 他們就明白了 他們不是去到China 因為有些國家是去到China 有些國家是去到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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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知道我們是中國人的話 就對我們很友善 除此之外 有人請安排的衣食住行 都是跟Alpha說得對 Alpha是這間兩人吃的老闆 他說 就是在這間鋒利亞的衣食住行 在這間鋒利亞的衣食住行 一般 其實我對食物不是太大要求 不過 Jina的衣食 很多時都是一匹匹的 鷹豆的醬 茄子的醬 他做到一匹匹的食物 然後就用鯪來吃 有點像伊朗 或者是 其實你去整個阿拉伯世界 除了吃Caba 有肉之外 都很喜歡吃鯪 就用一匹匹的食物 包在肉 塗在鯪上面 真是吃到最美麗的 我覺得相對之下 雷巴嫩的食物很得 雷巴嫩的食物很得 所以香港有這麼多雷巴嫩餐廳 在南國坊有一間 在山林道 佐敦道有一間很美麗的雷巴嫩餐廳 雷巴嫩的食物很適合 他們比較fine dining 始終經過法國的殖民 可能也是 無論是沙律 做前菜 配菜 十個菜十個菜的味道 我吃東西都不是這麼廣告 不過我覺得 最美麗的食物是一般 吃得飽的 烤雞的食物做得不錯 最好吃的是Mansive 我們吃了兩次Mansive 一起背到一人的象徒 另外一次吃Mansive 就是古城奇馬之後 那裡吃的Mansive Mansive是很好吃的 Mansive類似烏飯 雞烏飯 它將飯炒香了 然後烤雞或燒雞 或是煮熟雞 就放在面上 再拿去焗 雞油就滲到飯裡面 那是最好吃的 Mansive Mansive是到處都有的 巴勒斯坦都有的 阿拉伯世界裏面 有大菜 過年時會吃的大菜 所以說完食物 玩玩的話 瑞里亞主要是看遺產 我們去了五個世界物化遺產 瑞里亞始終是三個大陸的 歐、亞、非的交界 曾經經歷了 哇 你講歷史一段話 經歷了很多地國的統治 尼巴嫩更早 尼巴嫩還有 飛利基人 最早好像航海 和創立了文字 所以這全部都是文明的完全 無論是瑞里亞 或者是尼巴嫩 很多歷史文化看 我自己很喜歡看歷史文化 不過有時候看得多羅馬遺跡 都會是美學疲倦的 因為我們看了五個或六個 兩個國家加盟 六個以上的羅馬古城 就有些深眉疲勞 所以其實就加一些海邊的小鎮 或者一些異國風情的其他的 看風景 譬如我上去尼巴嫩的雪松山 甚至行山看雪松 這樣會好一點 不需要不停的古城 after 又是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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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看古城就有點悶 吃 玩 買 買 買 就 大馬市街都是一個 很好買的地方 我買了很漂亮的歌衣 又買了一個銅的拐杖 又買了一些古董 價錢很便宜 因為他們的秘值貶值 變得很厲害 尼巴嫩一樣 尼巴嫩是貶值 變了98% 尼巴嫩就沒有類戰 它是經濟危機 它本地本國的貨幣 由千多磅對一美金 現在是8萬9千磅 最新的價錢 我昨天看到的價錢 8萬9千 尼巴嫩磅對一美金 它貶值了98% 是 經濟已經崩潰的一個國家 人民九成 如果你打一份工的話 九成的錢 人工要用來交電費 因為政府供電是三個小時 你一定要靠私人的發電機 用柴油去發電 你自己買這些東西 是要付很多錢的 那 醫 食 住 玩 買 最後一個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人 去旅行裏面 可能爛舉石頭都差不多 到那些羅馬石頭都差不多 大家雖然看一些古蹟的話 我前面幾條片都有拍的 反而當地人我覺得是最難忘的 是超熱情 我去那麼多國家 去了百多個國家 我覺得可以和他們相提並論的就是伊朗 伊朗我在20年前去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你看看飛機 後面是機場 後面應該是機場 我今晚會坐飛機走了 我講到 OK 當地人來說 最利害人 是很熱情 我們去到渡渡 第一 我們是唯一一組的遊客 只有我們三個遊客 無論是古城 大馬士格 或者是阿拉伯 基本上我們是罕有動物 像大熊貓 到處都被人圍的 去到博物館被學生圍 去到街市被街市的人圍 去到古城 連那些木陽童都要和我們拍照 因為他們應該十幾年都沒有見過遊客 當然會令到那些人有興趣的感覺 每個人都像明星 譬如我們這個田友Eric 被很多美女紮遊 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劉德華 即是明星出巡 這些感覺我這麼多年試過在伊朗 不過說了二十多年前的伊朗 我不知道伊朗現在怎樣走 我二十多年前去伊朗 那時候遊客又是被人 我又是被人紮遊打卡的中心 尼馬亂呢 都沒有遊客 譬如我吃飯 我在我自己住的酒店那裡 這裡是遊客區 後面是Hanbro 九十九個百分之百都是帶頭巾的 都是阿拉伯人 沒有一個外國人 也沒有一個東方的面口 沒有一個西方人 也沒有東方人 只有他們是阿拉伯人 因為這個國家的旅遊已經崩潰了 我找了這麼久都找不到旅行團 結果我自己 可不可以要包車去做Hiking 然後幸好有些學生要帶我去玩 我才可以完成我的excursions 否則我全天都要在這個 會老大裡面這樣一集 是的 義食住義行 吃玩買港元 治安 OK 大家最關心的 我自己覺得回舊的國家 治安相對來說 好過南美洲和北美洲 南美洲和中美洲 應該這麼說 因為你走到江湖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要自己小心一點 你自己小心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 第一 這裡不會有人搶手機 因為南美洲要有人搶手機 我在這裡走的話 錄影我覺得很安全 我手機就這樣掛在這裡 我覺得不會有人搶 我也問過 這裡的大學生 他們都說不會有人搶手機 我都感覺安全的 我晚上在街上走得很安全的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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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貝魯特 這裡距離以色列邊境 即以色列邊境是95公里 開車過半小時 那邊就是尼巴嫩 真主黨和以色列發生衝突的地方 那裡 就不時打飛彈 你打過來我們打過去 那些日後是聽不到 因為日後有很多噪音 晚上很靜的時候 我們聽到有炮彈聲 砰砰砰的 但是很遠 我繼續睡覺 因為我在我臉中睡覺 我覺得它不會打到我們這裡 因為這裡也是高尚住宅區 還有後面 美國大學 是來回外 部份很親西方的一個國家 它的大學也叫做美國大學 胸口就是這樣 治安說了 衣食住玩說了 消費水獎說了 出入境也說了 看看還有甚麼呢 我想說的消費當地人市面的停播 我覺得尼巴年很冷清 貝魯特很冷清 雖然這條街已經要多人了 這條海濱的長廊 現在是早上的10時 你看到有些人在神運 坑廳中我見到客人都坐了一些人 這裏是美麗的酒店 Hotel Rivalia 市面市中心很冷清 因為它大爆炸之後 很多葡萄都倒閉了 另外一個女生說了聽 是因為現在加沙地帶的戰爭 令到那些人很不開心 就不出來消費 Morning 即是哀悼加沙死爛那些阿拉伯同胞 所以他們就好像出來消費 所以市面是比較冷清的 就是尼巴年的市面 反過來大馬世界很熱鬧 是的 大馬世界很熱鬧 特別在夜蒲的時候很關心 兩個都算是很世俗化的阿拉伯國家 無論是尼巴年或者是 尼巴年甚至是很西法 應該是阿拉伯最西法的國家 一般是基督教徒 然後四成了 四成的基督教徒現在減低了一些人數 我快點坐一輛摺星機後面 好像是軍機 好像是軍機 因為那些迷彩式來的 那輛摺星機 Anyway 我趕到市面那裏 在大馬世界就是歌舞升平的 是的 我覺得很棒 我自己很喜歡大馬世界 那邊就靜一點 貝魯特就靜一點 不過沒有辦法 我不可以在大馬世界 Stay behind 是因為簽證的問題 最理想是需要簽證的 那張簽證很難拿到 人事先放你拿到 即是尼巴年這邊是免簽的 我們特區護照是免簽的 所以這邊就很隨意地Stay behind 是的 接下來我會 明年即是2024年 很快就到2024年了 我會將我的 Bucket list 放了幾十年的國家 即是也門 接著阿富汗 阿富汗我很想去的一個國家 也是斯路的一個古國 接著還有伊拉克 人民明的發源地 接著也門被人遺忘了的一個地貌 在龍穴島有一棵龍穴樹 還有就是中亞五坦 如果你想遠離戰爭的話 中亞五坦一定是 中亞五坦是很安全的 一直都沒有打仗的 我希望明年可以完成到 這些比較exalted countries的旅行團 也歡迎大家去參加我的旅行團 報名的話 你可以去到 我再加一條link Trovola那裏報名 二無二外 明年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是一個盲盒的國家 剛剛才開放旅遊的 沙地阿拉伯 有一個 surprise 的行程給大家 希望明年 我們可以向這些 比較 比較義國風情的國家進發 我覺得是過去十幾年 即阿拉伯之春之後 更安全的時候 我現在就在貝魯特的這個 視頻就到這裏為止 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2024年 我們在中東中亞再見 再見 拜拜 嗨